新冠肺炎病毒在意大利扩散的程度没有最高 只有更高 官方星期六宣布新增6557宗确诊病例 全国在天793条亡婚 再创单日最大的增幅 总理孔特不得不再度颁布禁令 进一步收紧防疫措施 并形容意大利正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峻的时刻 超越中国成为全球死亡人数最多的意大利 疫情继续恶化 民防部星期六公布 单日的确诊和死亡个案再创新高 累计确诊病例飙升到53578宗 累计死亡病例更是达到4825宗的危急水平 还有2857人在加护病房接受治疗 可怕的是 根据病毒应急专家的评估 目前并不是最恶劣的情况 因为疫情的高峰期还没有到来 面对严峻的形势 总理孔特下令 除了必须重要和不可或缺的生产活动 其他商业活动一概关闭到下个月三号 继续期间进取续屋匙 官方这边乡一再鼓励国民坚持 不要失去希望 那边乡服葬场全天候运作 许多医院的太平间爆满 必须出动军队到疫区协助疏散运载遗体 不过逆境之下还是有好消息传出 民事保护部门通报 截至星期六傍晚 治愈的病例已经增加到6072宗 其他22116人病情属于轻微 实施居家隔离 马新社电视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